货班第32届医疗奉献奖的东基牙科医师王刚毅 23年前毅然舍弃都会名利投入偏乡医疗 除了在医院开设门诊 也会到偏乡国小巡回看牙医 为当地民众来看诊 解决当地没有牙医服务的困境 而他也期盼能够借有奖项 让更多牙医到台东 一起为台东的牙医医疗服务来努力 期盼通过这一次得奖 可以让更多牙医有医院来到台东 做牙科医疗的工作 在台东帮助这边的人 这是货班第32届医疗奉献奖 台东基督教医院牙科医师王刚毅所期许的 23年前从都市社会投入偏乡医疗的王医师 1999年3月拥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担任台大医学院副教授 以及台大医院牙科部齿二矫正科医师 受到了东基创院院长谭维一医师的演讲感召 决定举家搬到台东 重新启动已经暂停三年的东基牙科服务 在医院牙科运作布上正轨后 王医师积极展开山地巡回医疗 以及后来的IDS 把牙科治疗以及保健服务 带进台东县的无牙医乡 他认为无牙医乡连牙医师都没有 如何看牙 一旦有了牙医师的进驻 牙痛问题有人可以解决 民众自然就知道要看牙齿 接下来谈牙齿保健的事情也比较有根有基 近23年来 王医师除了在医院开射门诊 会诊住院病人 也和学校护理师合作到偏远国校巡回看牙 服务成人青少年孩童身心障碍者 至少上万人次 从2001年开始 他巡回医疗过的地点 包括了大午乡 达人乡 盐平乡的八所国校 以及两所分校 不只是在开学期间 也把握寒暑假的时机到校围 孩子看牙 22号王医师获版第32届医疗奉献奖 这是东基从1964年创院以来 第10座的医疗奉献奖 他也期盼能够借由奖项 任更多牙医来到台东 一同为台东牙医医疗服务 共同努力 记得判罪综合报道